美国从来都是拿着手电筒照别人 却从来不照自己 今天我们就拿着这把手电筒 来照一照美国的嘴脸 翻开美国的历史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权记录 武毒俱全 国际形象丑陋不堪的怪胎 美国堪称是灭绝种子的柜子手 在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 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 种族清洗和屠杀 犯下的罪行庆竹难输 美国堪称是种族歧视的惯犯 美国非洲裔遭受系统性歧视 弗洛伊德们我无法呼吸的呐喊 依然刺痛人心 美国堪称是世界历史上 最好战的国家 在240多年的建国历史中 仅有16年没有打仗 美国四处点火 穷兵独武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美国堪称是干涉主义的极先锋 公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 肆意践踏国际秩序 野蛮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堪称是恐怖主义的实名双标 对发生在中国的恐怖活动就奉若至宝 对发生在美国的恐怖活动 恐怖活动就大打出手 美国堪称是强迫劳动的鼻祖 早在19世纪初 就将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 从非洲大陆贩卖到美国南部的棉花田里 进行压榨奴役 美国堪称是监控隐私的惯犯 坐拥全球最先进的情报系统 肆无忌惮地透视本国和他国的人民 连盟国的领导人都不放过 美国堪称是制造骨肉分离的高手 强迫印第安人亲子分离 零容忍的移民政策 制造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 美国堪称是漠视生命的冷面杀手 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护理能力 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 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更堪称是谎言制造机 厚颜无耻地将谎言作为外交政策 在社交问题上睁着眼睛说瞎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